朋友問,有幫,76元有貨的 他上個星期高位沒有走,現在跌下來 應該手一手還是怎樣? 首先,分清楚自己應該是短炒還是中長線 如果你中長線,就算之前有些高位 對你來說也沒有分別 短炒,穿位就要小心 短炒你不止蝕 很容易就像剛剛之前的觀眾那樣 我不是說這樣 可能一百四十多元,那時供風很當炒 短炒變長炸,這樣捱下去 但我又不代表說,有幫好像供風跌跌很多 要四十幾、五十、六十元 但問題是你不走 你本身都是想著短炒的時候 那就要小心了 所以如果有幫75元穿 如果本身想著短炒的話 都是輸一多元左右,幾個巴仙而已 但問題是你也不會賺很多 所以有幫不抵短炒 升又升得不多 跌又雖然跌得不多 你分分鐘手續費加上 那些仲相,出出入入 但如果長線這樣計算的話 有幫可以的 那些道理會有一點像匯豐 之前說的內銀股那些狀況 長線投資價值有的 但升得升不多 相反,當它升很多的時候 很多其他人會失敗它 一未必說真的跑人大線很多的部分 所以油榜分清楚自己做長線還是短線 長線繼續持續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那穿七十元才算 但如果你是短線的話 今天低位七十五元左右 差不多七十五元 或者今天低位的這位 就是你那些落斜位 diamond 作詞 作詞 作曲 感谢观看